塔利班攻进了首都 绝望的阿富汗民众 涌入科普尔国际机场 硬是想要爬上美军的运输机 还有人是直接喷爬在起落架上 而挤在上面的人 还有人拿出了手机自拍 画面相当恐怖 不顾一切 冒险要爬上美军运输机 机翼下方近人 还有一群人蹲挤在一起 目测至少20人 以为就此能逃命 当中还有人微笑自拍 甚至朝着跑道上的逃难人群 挥手道别 还有人对着镜头开心手笔赞 但影片在起飞前停止录影 这些人是身是死不得而知 外媒报道至少有三人 不幸坠落身亡 而美军也证实起落架轮舱内 发现了人体遗骸 不只有死命抢上飞机的人群 机场跑道也同样挤爆 导致飞机根本无法起飞 最后美军不得不出动 阿帕器直升机 低空飞行驱离跑道上的人群 美国C17运输机原本只能载150人 却一口气塞了640人 机舱里大批阿富汗难民肉贴肉脊的 前胸贴后背 还有人只能用震的 但另一边却有人拍到 美国有军权同样搭机撤离 居然还有自己的专属座位 两相对比让阿富汗人愤怒 难道自己比狗还要不如 阿富汗一溪遍天 美国总统拜登说 结束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战争 是正确的决定 他还说这场内战值得多少 美国人的生命呢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人决定了 不会用自己的命去帮别国打仗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 这个在科普尔沦县的前几天 当时美国的情报单位还在说 塔利班是永远不会掌权的 是严重误判情报 盟邦会怎么看待美国 我先把这个事情描述一下 911就是2001年 当恐怖分子攻击了美国 Twin Tower还有五角大厦等等 总共五六架飞机 所以美国就派 老羞成怒派军 刚好20年 在今年上礼拜这个镜头 跟我念大学的时候 1975年西贡文献 最后那个直升机离开大使馆 还有很多的钞票等等 这个情景非常非常的类似 美国在阿富汗20年 花了两兆美金 死了好几千的他的子弟 然后你看看 阿富汗整个的建设 有没有建设起来呢 也没有建设起来 他号称他培养了30万的军队 刚才主持人讲说 他们的情报机构 在几个月前 你说我们训练了 武器精良了30万阿富汗军队 可以称一年半 后来讲说称半年 后来讲说越来越靠近了 说可以称三个月 在他们上个礼拜还讲说 至少可以称一个月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德国 英国的外交人员 还没有撤离 因为他们相信美国人的情报 美国人的情报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我也很佩服 就像最近我看了一个电影 就演伊拉克 美国跟英国 为什么要美国可以进攻伊拉克 说他常有大批的毁灭性的武器 结果那个电影 一个大兵的 一个军事长 最后揭发出来 那个根本是制造的一个假情报 所以美国这次情报局 美国的CIA跟美国的军方 真的被重重地打了一个脸 我们就要看 拜登上位七个月 这七个月 这一个这次事件 美国的共和党 民主党 所有参众议员对他都很不满意 美国的舆论也对他非常的不好 邦交国对他也非常的不好 我想这是拜登的一个外交危机 或者他的信用危机 当然现在国内有人讲说 以前讲 今日香港就是明日台湾 今日阿富汗就是明日台湾 我觉得这个不要去类比 但是我们可以讲一句话 今日的美国还是明日的美国 美国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也真是觉得 我们跟美国合作 要自立自强 我们感谢美国这些年来 帮我们台湾那些忙 但是国家的命运 永远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你看美国这次做的判断 平常讲 美国以后 你的外交政策 你的邦交国会买单吗 我是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